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自由 它是得来不易的 它是经过我们的前人牺牲多少性命 鲜血 所建构起来的 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 但是 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 它得来不易之外 它也有可能随时失去 所以 它是脆弱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加以客户 政治学者汉纳尔朗曾经提到 人类不必然是迈向改革进步的方向去发展的 因此 我们更要去捍卫民主自由 当一个执政者 他不再去捍卫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职责 无视言论自由的时候 国家的公权力 它可能随时就变成是民主的屠夫 我们看 江院长上任以来 他的所作所为 完全背叛民主自由 我们就以大普的案例为例 大普事件发生之后 张家老板 他们要求政府 尤其是江院长 你信守你的承诺 所谓的原屋原地保留 但是 在法院仍然在诉讼中 然后 这个社会舆论仍然在发燃中 甚至群众至行政院的门口 去静坐请愿的当中 但是 江院长 他拒绝接见 同时动用警察权 把这些静坐的人民赶走 甚至把他推给地方政府 让这样的一个事件 最后变成是一个家破人亡的悲剧 我们再看看 25万人上街头的洪仲秋的虐死案 好不容易 台湾凝聚出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的力量 终于让军审的案件走入历史 但是 在这整个事件发生的开始 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院长 完全无视于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不肯主动调查 揭露真相 甚至呢 以再的遮掩原谎 湮灭关键的证据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 仍然真相未明 我们再来看看核四的议题 这是长久以来的争议的重大议题 人民对于核四的安全的不信任 以及对于核废料的终极处置的不放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江院长他竟然不去做全面而且务实的沟通 以及寻求解决之道 而是寄出所谓的鸟龙公投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诉诸民主 直接的民主 实际上却是税型体制上的独裁 因为江院长他并没有成立去跟人民说明合适的一个现况 所以这是一个透过公投来卸责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两岸的服貌协议 江院长他如同诈骗集团一般完全的黑箱作业 毫无理性分析跟专业的评估 甚至签署了这样一个上权入国的一个不平等的协定 人民提出了所谓的各种的数据 告诉你服貌的签订将会对台湾的产业跟劳工造成多大的冲击 但是江院长却以句话说这些学者为言耸听 甚至虽然他到处去办理所谓的说明会 而这说明会只有院长能够提问 对于人民是不准发问的 甚至当场是发便当 然后炒米粉宛如这种所谓的直销在诈骗扰人的 这种所谓的食品的直销会 在江院长他的整个一个行政决策的团队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专家决策专家政治 但是完全一个人自己来做决定 所以哈拿尔他去做这样的一个理论的研究 发现说希特勒的杀人的无数的这个薛西曼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嗜血的一个妖怪 他其实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 那这样的一个平凡的老人 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滔天大祸 其实就是因为他完全不去思考 完全所谓的依法行政 今天我们也看到江院长口口声声的说他是依法行政 他有倾听民意 但是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些例子 他有倾听民意吗 甚至他动用警察犬来扼杀所有人民的声音 因此在这里我们要郑重的呼吁跟谴责 被借民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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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